MH370 请联系胡志明市120.9 晚安 晚安 这里是MH370 2014年3月8日 一架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来西亚号航班 在经过越南胡志明市后 与马来西亚空管道的最后一声晚安 随后便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事情发生后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多次发表声明 世界各国也多次前往附近海域搜救 却始终没能发现MH370 以下简称马航的身影 时间一长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也停止搜救 反而企图用252万赔偿款 获得家属的谅解 却遭到了几十名家属的反对 事情已经过去9年了 是否还有家属拒绝赔偿款 他们现在又如何了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2014年 马航起飞之前 一位名叫文永胜的职员 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 我已经在机场了 一会儿就登机 六个多小时就能回国 挂下电话后 文永胜随后走向登机口 他的父母文万诚和李继平 却失眠了 躺在床上一直惦记着 儿子的安危 时而交谈着 儿子飞到了什么地方 这已经不是文永胜 第一次坐这趟航班 但文万诚夫妇 还是放心不下子 一直在等待儿子的消息 得知航班出事后 李继平瘫倒在地 直接被这个消息打击到尸声 好在文万诚在关键时刻 挑起重担 乐观地对老伴说道 只是飞机找不到了 又不是出事了 你害怕什么 只要没有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 听到这句话 李继平才终于缓了过来 强大精神对文万诚说 你说得对 我马上收拾东西 咱俩赶最近的一班车去北京 刚一下北京 政府就派人来接待马行家属 一再安慰大家 保持好心情 不要太过悲伤 我只是来找儿子的 儿子没找到 我可不能出事 文万诚的坚强与乐观 感染了许多家属 很大程度上 平复了大家紧张的情绪 相比于其他人的不知所措 文万诚的思路更加清晰 他深知媒体的重要性 所以在其他人排斥记者时 文万诚率先与记者取得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文万诚是第一个向媒体公布所有信息 讲述与儿子之间感人故事的患者家属 您感觉您的儿子还活着吗 肯定活着 飞机没有确认遇难 说不准降落在哪座小岛上了 面对媒体的种种询问 文万诚回答得有理有据 让其他家属多了一份寻亲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 文万诚还成了许多家属的领头人 用各种手段搜集马航的证据 也搜集马来西亚航空懈怠的证据 到后来 文万诚干脆前往马来西亚海岸 亲临儿子曾到过的地方 感受文永胜留下的余温 当马航将一份谅解书摆在文万诚面前 并提出200多万巨额赔款时 文万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论工作人员怎么劝导 就是不再谅解书上签字 因为在文万诚心中 一旦签下这份谅解书 航空公司就不会继续寻找 儿子也就永远回不来了 直到现在 文万诚依旧没有停止寻找儿子 每天都在失望与交集中度过 唯一能带给他些许慰藉的 就是自己的孙子和孙女 与文万诚一样拒不签字的 还有李秀之 李秀之是一位单亲妈妈 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 还将她培养成优秀的翻译 曾经有人无数次劝告李秀之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早点工作算了 你带着女孩子好找下家 不行找个老实的结婚吧 还能减轻生活压力 每次面对这样的好意 李秀之都会反驳到 女孩才更应该读书 省得像我一样生活得那么辛苦 我现在还不打算成家 我担心我女儿受欺负 就这样 在李秀之的庇护下 虽然生活不太富裕 女儿也能快乐地成长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唯一让李秀之不满的是 女儿对成家的欲望特别低 每次李秀之询问 女儿的感情生活 都会被女儿一句没考虑过 我想先赚钱给打发回去 有时逼问得紧 向来听话的孩子还会出言顶撞 最后甚至与李秀之大吵一架 经过李秀之不懈的努力 女儿终于谈了一个男朋友 二人感情十分要好 还向老妈保证 这次从马来西亚回来 我就准备结婚 您就等着上台吧 在对女儿幸福生活的憧憬中 李秀之却等来了飞机失事的噩耗 从这之后 李秀之便手持印有妈妈 永远等着你字样的白纸 与其他家属一同上访 要求官方给出合理的解释 请求马来西亚不要放弃搜救 有时听到马航被劫持 马航迫降荒凉小岛的新闻 李秀之都会长舒一口气 有时甚至宁愿飞机飞到了平行时空 也不想接受飞机失事的结果 可每次等来那些 在他看来是好消息的新闻后 官方都会在第二天发表辟谣声明 让家属好不容易生起的希望 再次落空 与李秀之一样的单亲妈妈 还有不少 有的孩子是去马来西亚学习 有的孩子是去马来西亚旅游 但结果无一例外 都在乘坐MH370时遇难 比如来自东北的一位大姐 好不容易等到与孩子团圆的日子 却收到了飞机失事的消息 与文万诚不同 这些单亲妈妈的世界 只有自己的孩子 而且孩子大部分都没有结婚 眼看日子越过越好 唯一的希望却随着马行一同消失 马行带走的不仅仅是这些单亲妈妈的孩子 更是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希望 时间越长 他们的身体就越虚弱 在面对马行的赔偿时 李秀之后东北大姐都果断拒绝 李游与文万诚一样 拿了钱孩子就回不来了 也不会有人再去寻找 这是用孩子性命换来的钱 在没看到人之前我是不会要的 长时间的打击下 李秀之和东北大姐的身体每框愈下 最终没能等来孩子的消息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死都没有要那笔巨额赔偿款 除了这里人外 还有几十位亲属 宁愿忍饥饿 也不接受马来西亚的赔偿 甚至为了寻找亲人的线索 自学英语 踏上失事领域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那么马航如何失事官方给出的解释又是什么呢 2014年3月8日的清晨 不论是正在接机的亲人 还是在家中等待的亲属 都接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MH370无故消失 记上239名乘客全部失联 这239名乘客中 有154名中国公民 还有其他13个国家的旅客 唯一让家属感到欣慰的是 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航班遇难的消息 不久后 为了安抚旅客的家属 所有前往机场的亲属 都被安排到立都围警酒店休息 只要没有遇难 就一定还活着 一定会回来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 所有的家属过起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晚上就回酒店休息 白天继续蹲在机场街机 有时也会同其他人一起前往马航办公室讨要说法 与此同时 对于马航的下落 世界各国纷纷行动起来 按照空管部门的记录 马航370于当时准时起飞 预计6点30分降落在北京机场 在飞往越南胡志明市之前 双方一直保持着通常的交流 更重要的是 不论是在监测仪器中 还是机长的反馈中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只要飞过一个名为Egary的航路点 飞机的空管权就会交游越南 上文提到的马来西亚空管 与机组人员互到晚安 正式为变更空中监管权做准备 马来西亚方面提出 由机组联系胡志明市 并且得到了机组人员的肯定回答 按照常规操作 马航机组人员应立即联系 胡志明市空管部门 令马来西亚和越南疑惑的是 马航机组人员一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十几分钟转瞬即逝 马越都意识到航班出现问题 不停地呼叫机组人员 突然间 马航消失在雷达之内 不论空管部门采取什么手段 都无法与航班取得联系 原以为马航可能会与目的地北京取得联系 不成想 北京也没有收到过马航的联系 无奈之下 马来西亚航空不得不承认马航失联 消息已经传出 我国就做好了应急准备 随时可以前往事发地点救援 马来西亚和越南也迅速行动起来 沿着飞机消失的地点扩大寻找范围 可令人难过的是 从飞机消失以来 没有任何国家接到过求救 这也就意味着 机上旅客凶多吉少 但对于旅客家属来说 只要没有消息 就意味着亲人还没有遇难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家属们再也无法这样安慰自己 他们迫切想得知机组的下落 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激动 马航失联当天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就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但却并没有给出任何有用信息 只是证实了飞机失联这一结果 在场的亲属自然不满意 大喊着要航空公司给出满意交代 之后七个国家的搜救队日夜巡查 希望找到关于马航的下落 我国通过黑匣子搜寻仪 收到了一段类似黑匣子的脉冲信号 此后的时间里 一些国家在卫星图像中发现一次马航的碎片 却都被否定 不时有关于马航消息传出 也都被官方辟谣 时间越长 飞机失事的可能性就越大 旅客就越有生命危险 再加上没有确切的消息 许多亲属的情绪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有些家属大哭着摔坏摄影机 使得国内对于马航的报道举步维艰 有些记者甚至要乔装改办才能获得消息 好在亲属们很快便反应过来 只有扩大这次飞机失事的影响力 让更多人为这件事情发生 才能推动马来西亚方面加大救援力度 在这种思想的转变下 终于有家属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位年轻的男子在机场对记者解释 自己是来接姑姑的 因为姑姑不仅仅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还是一家人的领头羊 在姑姑的帮助下 一家人逐渐摆脱困顿的生活 一步步从小县城来到北京 并在北京买了房子定居下来 能不能不暴露我的面容 把声音也做特殊处理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我们没告诉他们这件事 怕他们受不了 得到记者的满意答复 男子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还有一位老大爷来接自己的儿子 他对记者说 儿子是出国打工的 想着多赚着钱 就会老家找个稳定工作结婚生子 前一天还在和自己打电话 没想到现在就见不到人了 要是我不同意他出国 现在是不是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他的电话还能打通 还没有关机 你说他是不是还活着 面对自责的老大爷 记者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安慰到会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 关于马航残骸的消息不断传出 平行时空等玄幻解释也层出不穷 可家属们却一直没有得到马来西亚的确切消息 有的只是一份份无力又冗长的声明 期间不断有家属要求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高层 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可只要一天没有找到亲人 家属们就一天不放弃希望 有的家属甚至自费前往相关地点 寻找亲人留下的足迹 但在2018年 马航家属却得到一个坏消息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出具长达800多页的报告 声明马航无理由失联 救援工作也告一段落 更令所有人感到愤怒的是 航空公司竟然用每人252万元的赔偿金 诱惑家属写下谅解书 以此谈过法律制裁和天价赔偿 为自己停止救援寻找借口 虽然有一些家属在协议上签了字 但还有一些家属 致死都不接受天价赔偿 执意寻找消失的亲人 直到现在 这些家属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是要找到马航失事的真相 对所有家属来说 失去亲人的痛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 只不过有人选择放下悲伤继续生活 还有更多像文万成这样的人 走不出执念 拒绝天价赔偿款 但不论哪种选择都值得尊重 我们能做的 只有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感谢观看